特殊部队出生 精神病反派专门演员 搞笑戏份也适合的他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用眼神演戏的金圣吴 1978年9月15日出生于釜山 国校国中都经常担任班长 是个模范生 小学看着电视他就想 如果自己也能出现在电视上就好了 也希望可以成为大家的开心果 所以在学校他也会故意搞笑 逗的同学和老师都很开心 国三时曾被同学打伤眼睛 伤害到眼球必须动手术 高中就有段时间都在医院度过 虽然有上大学 但因为他想当演员 所以2000年他就进入剧团当演员 先是以舞台剧演员身份 累积演习经验 之后也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小配奖 在正式出道前他就先入当兵 但他并不是当普通兵 而是进入特殊部队 特殊部队兵都会多给危险职务加紧 他就将这些钱存起来 当作演员生涯的种子资金 因为看他当演员非常辛苦的父母 非常反对他继续走这行 但他又非常的坚持 因此双方关系变得很差 大概有7到8年左右的时间 都没有一起吃过饭 但为了要让父母信任 他参加2009年SBS第11期 公开演员争选 虽然已不年轻 但他还是通过了考试 隔年便透过作品让大众注意到他 2010年电影《大叔》 片中他饰演反派中西 本片虽是限制集 但却是2010年最卖座电影第一名 万影人次突破630万人 当时也创下历代限制集片最热卖第二名 至今人士保持在第四名的记录 虽然电影的剧情和台词都被认为有缺点 但是华丽的武打戏以及演员们的感情传达 演技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而他在里面饰演不尽人情 又在犯罪组织 性格敏感有点疯癫的角色 许多观众都表示 还真的以为他是个疯子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因为演技精湛 也让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并称他是反派专门演员 成功地打开了知名度 虽然之后也有许多戏约找上门 但因为都是反派角色 他表示有点压力 想要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 但却都只找他演反派 因此也觉得有点失望 同年他在电视剧《兄妹情深》中 饰演有暴力 诈欺前科的反派 本剧是六十集的长篇电视剧 也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剧中尖诈的形象也让人印象深刻 连续两部作品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并累积了些许粉丝 紧接着他在人气电视剧 《秘密花园》中饰演金秘书 剧中他摆脱过去反派形象 在帅气又高冷的玄冰身边 展现了搞笑又撒娇的样貌 让看过前两部作品的粉丝 都感到吃惊 实际上因为他疯癫反派的形象 深持人心 所以也有人质疑过他是否 只能演这类型的角色 无法升任其他的风格 不过透过本剧就推翻了质疑声 本剧也大受欢迎 让他的知名度大开 不仅接受了许多采访 也和玄冰一起拍摄 三星电视的广告 剧中也创出许多采访 有很多经典场面 让各大节目和电视剧 都争相模仿 而他也在里面和刘盈娜 模仿了最知名的泡沫之吻 成为了大话题 虽然成功翻转形象 但隔年电视剧《SING》中 他又再次饰演反派 是个变态杀人嫌疑犯的角色 但这方面演技已经驾轻就熟的他 剧中表现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非常值得一看 之后他也持续有正派或反派的戏约 2014年他和女友低调结婚 当时表示另一半是圈外人 不过实际上 是之前拍摄独立电影相似的演员 老婆也曾出演过他出演的电视剧 《心情好又暖》中 正在寻找饰演他外甥的人选 所以要找跟他长得相似的人 导演听说金圣吴老婆跟他长得很像 因此就拜托他老婆出演这个女高中生的角色 他拍摄电影《复仇者》 片中饰演无恶不赦的杀人犯 为了角色 他每天只吃不羁品和水 每天还要去健身房训练 一个月就快速瘦身16公斤 在拍摄途中还曾经婚倒过 拍摄期间是他准备婚礼的时期 还要拍摄婚纱 因此导演还跟他道歉 结婚典礼时他几乎是骷髅身形 大家看到他都不禁吓到 而他则是整天到处解释 自己拍摄电影期间 为了角色才刻意过度减肥 不过本片票房普通 评价也不是太好 因此许多人都表示 金圣吴白辛苦了 之后他也持续在电视剧和电影中活跃 2017年电视剧《三流之路》中 他饰演蒲旭骏的师傅 还凭此获得了KBS演技大赏男子配角奖 2018年在电影《非卖品》中 再次饰演反派 这次也是变态精神病类型 不过在所有类似角色中 这次的感觉是最变态的 因为长相比较凶悍 又饰演过许多恶角 所以粉丝对他也是毕恭毕敬 不过透过节目 可以看出他是个可爱善良的大叔 金圣吴很少出演综艺 2017年曾在综艺《我的超人爸爸》担任嘉宾 拜访好友苏伊贤和印乔正的家 首次带着儿子出现在荧光幕前 聊天时他瞪大双眼的样貌 被节目组拿来做效果 也被做成精华片段上传网路 他也出演过人际综艺 Running Man 认识的哥哥 黄金浴场等等 节目中都展现和作品中不同的面貌 让人看到他搞笑的一面 金圣吴每次担任反拍角色 都会创出名场面 也会将作品整个层次提升 类说是最强配角 最近在电视剧《卢卡物中起源》中 饰演特殊部队出身的间谍 期待这次也能创造出经典的名场面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介绍给大家的 坏人演技出神入化的金圣吴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